警方調查四個警員 涉嫌當席期間善離職守 被調查的三男一女警員 駐守機場警區刑事部 消息指其中一個男警 涉嫌在去年8月中 在上班的時間離開崗位 為而外出消遣 期間遇到另一個警區的警員查牌 而揭發事件 其後又發現 與男警同組的三個警員 亦未有依時當席 警方回覆查詢的時候證實 會作刑事調查和紀律覆檢 案件已交由新界南 總區刑事部跟進